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木谈天 今天是2022年12月6号星期二 路透社今天报道 根据两个熟知防疫事务的消息来源表示 中国最快会在明天宣布十项新的松绑措施 现在更多中国人意识到 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 大家看看现在放松相对更彻底的地方 大多数都是抗疫最激烈的地方 从绝对清零到动态清零到精准防疫 其实跟国外的完全开放共存还是有区别的 只不过从严格的防控放松了一点点 中国人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中国是不是能够完全放开 还要看官方如何给清零做定义 如何不太过羞辱的从清零中走出来到共存 毕竟之前的宣传太过高调了 想完美抽身很困难 我们从伊朗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能得到一点启示 12月4号伊朗废除道德警察登上微博热搜 身在中国的人也很兴奋 如果说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 那伊朗给中国人做了一个典范 这条留言说 这是伊朗人民的胜利 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 中国人在这个时候说这句话 各种滋味只有经历了三年封控的国内人 才能真的懂 但这个事情有一个不为外界知道的反转 伊朗废除道德警察的消息是中国媒体援引的法新社的报道 但是真实情况如何呢 其实没有任何伊朗政府官员证实道德警察已被取缔 而且根据伊朗当地民众说 政府仅仅是宣布会废除道德警察 但是强制带投金的法律依然存在 他们这个手段和过去如出一辙 伊朗只是放风到外界 因为国外也掀起了支持伊朗人民的声音 伊朗害怕国内外反对声浪串联起来 就放出消息缓解压力 伊朗抗争者说 他们杀死了许多年轻人 逮捕了很多无辜的人并判死刑 仅仅取消道德警察根本不够 他们这次要的是革命 不是改革 要颠覆这个政府 大家听上去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中国的抗争者从要求解封 到喊出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不是头脑一热为拨眼球喊出来的 而是经过了三年的思考 得出来的结论 尽管活动没有组织 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 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但是从概念上 从经验中都体会到了暴政不倒 只是形式上放松 这不是中国人真正想要的 如果下次再来一个什么别的危机 中国人是不是还要再忍受几年 再次上街 周而复始 有完没完 而且现在松绑也不是完全放开 由于中共朝令夕改 口径不一的一贯作风 大多数人还持观望态度 这两天在北京的段子很多 有人说你可以活下去 你可以不做核酸 你甚至可以不做核酸上公交 但是没核酸 你不能上班 不能去市场 不能上学 如果你想活就只能被迫去核酸了 北京也撤掉了一部分免费检测点 所以你只能满大街的去找核酸检测点 然后就会排老长的队 有个网友说了 了解下北京的核酸现状 感觉就像保留了高考 但把九年义务教育撤了 形容的太形象了 真的是釜底抽薪啊 高考目标想达成 没有了义务教育 民众就只能更加内卷的去报名花钱去参加各种学习班 最近最火的推特账号没有之一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信息说 目前微博上关于考验延期的讨论话题被屏蔽 据悉这场纪念有500万人参加的统一考试 是目前唯一没有被取消的大型考试 在过去几天 大量学生在微博上呼吁希望考试延期 原来很多学生要求延期是因为在疫区被封控出不了门 还有人说您去微博查查就知道了 大部分都是因为无法前往考点 且被教育部接线员告知无法异地借考 以前还羡慕90后的尾巴和00后这帮人 正是朝气蓬勃的时候 以后的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现在才发现这届人生太惨了 他们这群人成了培养年轻反贼和三合大神的温床 工作找不到,身后无保障,反复被封控 以前说在象牙塔里最幸福 还不安适适,不懂事态炎两 现在在学校里已经开始经历社会上一样的疫情防控之苦了 已经在过大人一样的生活了 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始讨论结婚买房事业的烦恼 就已经进入前途一片虚无的世界 大家都看到之前一个很火的视频了 一个女孩子在方舱里歇斯底里的喊道 我才18岁啊,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啊 多么苦的痛哭,多么痛的领悟啊 很多朋友都意识到 自己花几千元买的手机成了管理自己的工具 花上百万买的房子成了被封锁隔离的牢笼 自己辛苦养的孩子成了自己的软肋 别人的韭菜 习近平在一号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密歇尔 说民众抗疫是因为三年疫情让民众感到沮丧 而抗疫的主体是学生 这不是胡说吗 民众抗争的不是疫情啊 大家都知道人不可能胜天 不管你要不要跟他共存 疫情已经事实上与我们共存了 白纸革命的抗争者不满和沮丧的 是无情的清零手段和政策 还有这个政权在人性和生命面前的冷漠和残酷 非常让人担心的是啊 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会上 说在1989年春夏之交 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政治风波 江泽民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他还说当时一些西方国家 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 临危受命的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机体 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不拉不拉讲了一堆事情 习近平的讲话信息太多了 一个是提到六四 中共在1990年后 多用政治风波来形容八九名运 习近平给加上了严重二字 是因为国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 呼吁中共下台的口号 对我们来讲是情理之中 对中共来讲是晴天霹雳 习近平是借这个机会 对国内的抗争者加以阻嚇 同时大家都知道 中共内斗的主要派别是谁 对习近平的生命的威胁也是不断 但是习近平还是可以把江泽民 支持对学生屠杀拿来吹嘘 继续用政治风波这个字 那以后习近平走了之后 下一代领导人无论多恨习近平 是不是也得按照规矩对清零政策 给予肯定和赞扬呢 这就是沿袭了中共不能对前任纠错 不从根本上否定前任政策的一贯作风 而且习近平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政治风波 是不是在暗示对这次白纸革命的人 要有什么大招呢 对被抓的参加抗议的人会不会重判呢 这么多年来 在中国大陆只见过维权人士公开喊出中共下台的口号 还没有见过世界上这么多中国大陆人 一起喊出这个口号 尽管国内白纸革命短暂 却也变成一个火种 中共在国内外宣传时 都只把焦点放在如何解封上 暗中里却在到处抓参与抗议的人 他们不希望宣扬这些抗争者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也最知道 一旦这个种子在民众心中发芽 就太可怕了 尝到了甜头的百姓 会一次次复制这次成功的经验的 郑州泄洪事件没出现 上海封城没出现 这次之后出现的概率就大多了 这次在海外参与抗议的中国留学生 许多人都戴上口罩 但也有露连者 我看到不少接受外媒采访的留学生 敢于直接对着镜头 说我就是反对暴政 要中共下台 明显气场很不同啊 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后果 但还是这样做了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在中国的父母被警察多次骚扰 说明中共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李老师在接受外媒采访说 我只要一发推特 他们就会给我家打电话 然后警察就会过来 最近几年 中国出来不少这样突出的 暂时不知名的网络英雄 当初在中国一位特别厉害的编程随想 很惹人注目 不断对时事评论 揭露中共邪恶 帮助网友普及翻墙知识方面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陪伴了众多网友 度过这段黑暗时光的英雄 我们不能忘记啊 还是那句话 如果他已经被抓 如果有任何条件能得到信息的朋友 希望能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把信息放出来 让世界对中共施压 在铁链女事件最受关注的那段时间 推特账号骄傲女孩火了一把 白纸革命时期就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中国的不同时期在极限压力下 这样的人物从未中断过 他们将被历史记住啊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无论是国内民众发出的大量视频图片 还是海外人士放出来的爆料信息 现在是让人了解真相的工具 有一天就是清算的证据 总有一天呢 大白都会拼命否认自己曾经做过大白 中共各层级官员都会说 自己只是服从上级命令 自己没主动干坏事 中国百姓也会开始指认 当初对他们行恶的人 在美国大使馆门前 一位抗议的中国人说 我也想做一个明哲保身的人 可是整个国家都在极权统治下沉沦 我们又往哪里跑呢 新疆火灾 郑州水灾 贵阳大巴 死伤那么多无辜民众 结果连百花纪念都不允许 一个党内恶人死了 不仅墙内各大网站变灰 世界杯变黑 股市也得停止交易三分钟 这样的国可不是我们的归宿 也不可能长久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点赞分享 要记得订阅小木谈天频道 也快点加入小木电报频道 不要错过视频通知和日常更新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视频说明栏也有赞助链接 支持小木做出更多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 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